我们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觉得他把我骗了 我好多事情也是迫不得已 我其实真的很爱他 他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我现在没办法相信他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好聚好散吧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有很大的误会 我希望把误会解开 我们继续好好的在一起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潘先生31岁 来自四川家具工 李女士35岁 来自四川服装店老板 欢迎两位 我刚才用的一个词叫有请这对嘉宾 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你们的关系 你们俩能够明确一下 你们俩什么关系吗 情侣关系 确定是情侣关系啊 目前是情侣关系 目前是 我说我没法确定就在这儿 你追的他 对 是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啊 我追他加微信都加了三十多次了 他追我才通过了 加了三十多次才通过 对 追了多久呢 追了有差不多半年吧 李女士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对吧 对对 还有一个孩子 对 孩子现在十二岁了 他当时那么难追你 是因为你出于这些考虑 没有轻易地敞开 你的心扉还是没看上了 什么原因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经历过婚姻的失败 这么多年 很难有人能够走进我的心里 只要有人追我 我就会去拒绝 但是后来 经过他在生活上的 这些小细节啊 关心啊 我就说咱们先处着吧 其实我跟他说过 我结过婚有孩子 这些他说都能接受 因为他年龄也比我小 对 我不介意 真的 他是说他不介意 但是后来 我不是把我另外一种情况 给他说了吗 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原因 现在不能再生育了 不能正常生产 您指的不能正常生产 比如说试管 婴儿是可以做的吗 这个目前我是没那么考虑 我问的意思是 具不具备这个条件 经济条件也不行 而且的话 我指的是身体 身体的话 我还没有去检查 我还不知道 这个你能接受吗 一开始的话 因为我们在外面 异地的时候 他没跟我说 然后在微信上面 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他跟我的感觉不对了 打电话 发视频 他都不怎么回我 我感觉好像冷落了 最后在这个强文之下 他让我回来 他跟我说 最后回来的时候 他才跟我说了这个 当时刚开始说的时候 我还犹豫了 因为我家也是独自吧 考虑了很多 但是最后我觉得 我跟他交往了这么长时间 有感情基础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想想也不是没有办法 去处理他这个事情 所以说就当时同意了 我又不在意 家里人知道这个事吗 能接受吗 就是我带来到我家去 我妈妈就说 他挺勤快的 又长得挺漂亮 又说你看 这干活挺能干的挺好 但是我妈妈不知道 这个情况嘛 我没给他说 因为第一次带我家去 就想妈妈家里的人 都跟他接触一下 后来去了两三次以后吧 妈妈就问我 说你们他朋友 谈得怎么样了 小女儿他什么时候 可以跟你结婚呢 生孩子之类的 我说我们再处一段时间 后来回去过几次 我想了一个办法嘛 可以先稳住妈妈的情绪 你这个办法 其实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郁闷好不好 他弄的什么办法 这什么办法呀 他跟他妈妈说的是 说我因为子宫肌瘤 正实性要做手术 目前是正一两年来 是不能要宝宝的 他跟他妈妈这样说 然后他妈妈呢 就给他姐姐说了 他姐姐特别关心这件事 然后他姐姐就从 很远的地方就回来了 准备就带我去检查一下 这个身体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姐姐来了之后 你也是配合着去检查吗 那没办法呀 我只有配合他一下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跟他姐姐说呢 开始的时候没说 后来我知道瞒不住了 我就跟他姐姐说了 当时跟他姐姐说了之后呢 他姐姐 我感觉他没有像我想象的 那么就是那么拒绝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很自然的 就是哎呀 没事了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当时我姐姐带她去检查的时候 就问我了 就是什么情况呀 都不给我说清楚 当时我求我姐呀 我说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真的很爱她 我说你能不能先不要告诉妈妈 后面一定会有办法的 因为我怕当时如果说 说了的话 我怕我马上就会失去她 来吧 我们采访了姐姐吧 听一听吧 你们俩现在都没法面对这个事 还在藏着掖着 这可不好啊 两位 来 您知道您弟弟 就是相处了一个女朋友是吧 就是知道啊 您知道您弟弟的这个女朋友 不能自然怀孕吗 我当初是知道的呀 她是说她要去做那个什么 试管婴儿吧 然后我们就没分队啊 如果现在不愿意做试管婴儿呢 你还同意吗 那是肯定不同意的呢 我们家就一个的弟弟 搬船的 我老爸去世的早 然后家里就这一个弟弟 现在老妈年纪那么大了 长过了生子 这天天都念着着呢 而且现在不成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呀 等于之前答应过您 要做试管婴儿是吗 是啊 当时她是答应的 然后我才帮他们瞒住老妈妈 那不能生孩子 那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了 我们就这一个弟弟 那他不能生 那怎么好 也不可能同意啊 所以为什么说要坦诚一点呢 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 来要一个孩子 是谁说的 是她说的 其实我跟她接触的时候 我就直接说不想要孩子的 不是 就是面对她的亲人的时候 你说过吗 没有 她跟他们家里说 我要配合她做试管婴儿 她其实一直想让我干这件事 有一次我在洗她的衣服里面 我翻到了两张 就是医生的名片 也是关于那生育方面的东西 后来还有一次 也是我就用她的手机搜点东西 然后历史搜索里面 都是那些 关于就是怎么样能够怀孕啊 试管婴儿到底多少钱啊 我觉得她一直在为这个事做准备 但是我从头开始 我说我现在不能生 也不想生 我跟她态度很坚决 她也态度很坚决 不管你生不生 我还是想娶你 她这个态度已经表明了 我就觉得她一直都在骗着我 所以我上来我问了一个问题 咱现在是不能生 不具备这个条件 还是不愿意生 现在如果说 要让我回去做试管婴儿的话 我自己也考虑过 这么多年都是 我一个人带孩子长大 然后我自己因为泼妇产 之前肚子上都已经挨了几刀了 如果说做试管婴儿的话 您几个孩子啊 就一个 那怎么会挨几刀呢 为什么就是不能生育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两个数卵管都切了两次了 数卵管切了 肚子上面都挨了好几刀了 如果说再怀孕的话 这个几率也不高 然后对我的身体也有损伤 假如说我一下子没了 我孩子怎么办 不能为了一个男人 就是放弃了我自己的那个生活 理解 她不愿意承担那个风险 而且即使她配合了 也许受孕的可能性也很小 这问题你考虑过吗 没有 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骗局 从她在那个百度上去说那个怎么样 怀孕啊 她都没有跟我说 然后她在这边又在答应我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答应我说不用你生啊 咱们一样过得很好 把我的孩子当成她的孩子 一样对待 一边又在偷偷地在想办法 就怎么样才能怀上孩子 后面我就觉得她都变了 她在生活上面就比较抠门了 我们俩一起去逛街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身上女孩子都挺爱美的嘛 喜欢打扮嘛 看到一套化妆品 其实也才几百块钱 我是说我想买那个 她说什么来着 你让她自己说 我说这么一点小瓶子 要几百块钱 不如买点吃的 给身体补补 你身体虚弱很 因为身体不好 我是当时这样给她说的 她说我抠门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 不是我那个手机 那个屏幕摔碎了吗 然后我说 我想去换一个新的手机 她也说 旧的咱们能将就能打电话就行了 电话就拿来 就是打个电话而已 她那个抽屉里边 柜子里边的五六个手机 每个手机都能用啊 你能告诉我 你攒那些钱的目的是什么 攒她 我觉得她攒那些钱的目的 就是为了就是 以后做那个使馆婴儿 我是这么打算的啊 从一开始 我就是不介意 她一个婚姻 然后有个小宝宝 但是我觉得 我要给你一个家庭 我总得要攒点备用金吧 一个家庭花钱的地方很多 你想是那样想 但是后来 我不是看到一间的汉服店吗 我现在穿的汉服 就是我店里剩下的 然后一起失火了 失火就殃及到我的汉服店 我汉服店在楼上 是楼下失火了 全部那一排商贸街 全部都烧了嘛 我那家店也就被烧了 烧了之后呢 我说我们再拿点钱嘛 你平时都有那么空门也可以 但是既然我面对的 这么困难的问题上 你应该拿点钱出来 让我继续开下去吧 这个是我的喜好 是不是 他这也不支持 那你到底存那个钱 你在那里干嘛 不是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汉服店不是找火烧了吗 如果说我让你在那里 继续做生意 你看到那个火烧的那个场景 在那种环境下工作 一下影响到你的身体 这个心情也对影响 我是想到如果说 你用汉服店那里 如果说现在生意做不了 汉服店我们可以换了其他的嘛 换了其他的做点别的生意 确实是 我承认 我照顾我家里面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妈妈现在六十多岁了 养我养不容易 两个姐姐在家从小 都是像个宝贝一样的护着我 虽然说是我给你保证了 但是我也要考虑家庭这种情况 我想的是尽可能都话过讲 把这个家弄得完美一点 打自内心来说 我是真的离不开你 那是不是说 不给他投这个汉服店 还是想把这个钱攒下来 去做试管婴儿 咱坦诚一点没关系 是 我是这么想的 确实 我也是在动个座 但是这件事是 最让你伤心的是吧 对 就是因为 他又没有跟我 直接了当地跟我说 我们想准备要个宝宝呀 什么什么的 他就是偷偷地 在做这件事情 他如果直接跟您说 您会反对吗 我会反对 我们之前也说过 我说不能生孩子 我把我的情况都跟他说了 我刚才恨 我们俩吵架了 下面一个问题 其实特别简单吧 我应该是第三次 问这个问题 我还是想把它确认清晰 是不能生 还是不愿意生 其实我现在是不愿意生 好 就是这样一个女士 你爱得要死要活的 你愿意为她付出很多 现在人家有生育权 对吧 我就告诉你 我就不愿意给你生孩子 你还娶不娶我 这就是问题了